大家好,我是赵医生 每年一到这个季节 很多人的鼻炎就犯了 鼻痒,打喷嚏,流青鼻涕,鼻塞 有的还有眼睛痒,耳朵痒 非常难受 为什么鼻炎年年治年年犯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我们常用激素类喷剂 或者是止氧类脱敏剂 这些药物只是暂时缓解了鼻炎的症状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中医上讲 鼻炎是由于脏腹虚损 胃表不顾所导致的 脏腹虚损主要建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蒸气不足 抽离疏松,胃表不顾 风邪、寒邪或者义气浸息 就会伤及肺胃 第二就是痞的问题 痞为后天之本 如果痞的化身不足 鼻翘失气如痒 外邪或者义气从苦鼻浸息 就会损伤肺的宣酱功能 第三个就是肾阳不足 肾阳不足就会导致舍纳无权 气不归原 温虚失职 抽离鼻翘失与温虚 就会导致鼻炎的发生 第四种情况就是肺阳素有预热 素降失职 血润上患鼻翘 血距鼻翘 血症相搏 肺气不虚胺 今夜骤停 就会导致喷嚏 流鼻涕 鼻塞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在病床中 根据患者的症状表现 形成病因不同 肠氛围以下几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肺气虚寒 胃表不顾 它主要体现就是鼻痒 然后频频的打喷嚏 然后流的鼻涕都是轻鼻涕 另外还有鼻塞 嗅觉减退 还有就是胃寒 怕冷 滋汗 总爱出汗 还有就是气短懒言 不爱说话 说话的声音都特别低 还有就是脸色不好 面色苍白 或者是咳嗽痰 比较稀 那蛇卖一般都什么情况呢 一般都会见到蛇脂偏淡 蛇苔薄白 卖一般是虚弱脉 像这种情况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就应该温废散寒 一气雇表就可以 用什么房子好 用温废 只留单加减就可以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脾气虚弱 清阳不生 那么它的主要表现 就是鼻痒 然后喷嚏突发 清涕连连 实验鼻塞 面子伪黄无华 然后还有销瘦 食少 吃的少 然后没有食欲 还会见腐杖变糖 大便不成形 四肢卷在法利 感觉没有力气 少些懒颜 也不爱说话 蛇卖的什么情况呢 一般都会见 蛇淡胖 边上有齿痕 胎是胞外胎 卖的一般建议弱卖 像这种情况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就应该 一气健脾 生阳通俏就可以 用什么房子好 我们可以用补中 温废淡减就可以 第三种情况 就是肾阳不足 温序失职所导致的 它的表现 主要有流青涕 鼻子痒 也是喷嚏比较贫 鼻塞 同时见到面色苍白 形寒至冷 怕冷 还有腰细酸软 神秘倦怠 另外还常见到 小便清肠 或者建有 像一经早歇这些问题 那么蛇卖什么情况 我们一般都会见到 蛇脂偏淡 胎白 卖多见也是沉细卖 像这种情况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就应该温补肾阳 化气行水就可以 用什么房子好 我们可以用真五汤加减就可以 那么第四种情况 我们常见 就是肺经浮热 沙患比较所导致的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多见症状就是 鼻子痒 喷嚏连连 然后流青涕 鼻塞 常在闷热天气法座 同时会有可燥 烟痒这些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 它的蛇脉什么情况 我们多见蛇脂偏红 胎脑白 或者花黄 脉多见是硕脉 像这种情况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就应该清旋废弃 同理鼻窍就可以 用什么方法好 用西医清肥乙加减就可以 用西医清肥乙加减就可以 以上就是我们常见的 引起鼻炎的各种主要病因 以及分型 那么中医药治疗鼻炎 有它独特的优势 如果你也有鼻炎 正在受鼻炎的折磨 也不妨对照一下 看看你自己属于哪一种 但是中医药治疗疾病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医生 指导荣药 不能自己盲目的调治 另外 我们平时也要积极的锻炼身体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这样对鼻炎的复发 也有一定的帮助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